其實發揚神聖誠 講道法我們有講過 但當我去到那個講道小組 發覺呢 講一下又講人為主 我們想大家多講一些神的事 為何要多講一些神的事呢 是讓我們看到神多好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一下 然後讓大家操練的 操練去講到神有多好 我這裡就講出幾方面了 發揚神叫什麼呢 左邊那欄我讀一下 聖誠 心態 恩典 計劃 行動 這五樣東西不是代表你一定要講 而是你去想 在這五方面去想 看能夠想到什麼 聖誠是什麼呢 譬如祂愛 祂的聖就是愛 譬如說 講到喜樂 祂的聖誠就是喜樂 講到聖誠 祂的聖誠就是聖誠的 祂的聖誠是很靚的 神的聖誠是很靚的 人的聖誠總有很多問題 但是神的聖誠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去講給人聽 神就是這麼好的 所以祂為什麼能夠饒恕人呢 因為神的聖誠就是祝福人的 所以祂饒恕人呢 祂一點都不難的 祂唯一難就是一定要有個代價 因為祂聖誠嘛 犯了一定有罪的代價 所以祂一定要懲罰 那祂唯有懲罰誰呢 就是懲罰主耶穌基督 祂是沒有罪的 祂的聖誠就是如此慈愛 很想赦免人 但是祂又聖誠 所以祂不能夠隨便赦免 一定是要有耶穌的贖罪 他的心態 譬如一個人有這個聖誠 未必有這個心態想去幫人 心態就是我想幫人這個心態 想祝福人的心態 然後恩典 祂就會預備很多好東西給我們 預備好的東西 然後計劃 祂想預備 祂就有計劃 就是有個計劃 怎麼做出來 有行動 就是實際行動 那就是說 譬如說到得救 神的聖誠是想我們個個都得救 想個個都能夠成為祂的兒女 祂的心態 祂有這個聖誠 祂的聖誠就是 喜悅人得到恩典 祂的心就是想祝福人的 然後祂有什麼恩典呢 祂就會想拯救人 祂會有這個能力去更新人的靈命 復興人的靈命 叫祂得救 更新祂 有計劃 然後祂就會計劃 如何透過不同的人去救我們 然後最後就是行動 就是祂會真的去使用那些人 到時到後就會跟你說話 引導你 以致你會得救 這就是神的每一個部分 請幫我拿個remote出來 神為了救我們在前面的拉鍊 長安拉鍊 前面不是這個 長安拉鍊 好了 即是看得到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看到神的恩 可以下一張先 好了 以賽書內一章三節 我們一起讀 喜樂猶代替悲哀 這裡講到喜樂 神的喜樂 這裡就是 我分開幾樣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指引 不一定要用那五樣的 一會兒我下面都不用這五個指引 它聖情 神的聖就是這麼充滿開心的 即它經常都是 它裡面不斷的湧流喜樂 即是像praise 它經歷到喜樂 是經歷到少少 但是都比以前好很多 它是不斷的裡面 就湧出一些喜樂出來 所以你想一下 哇 做神真的很好 當然我們不是神 不過做神 神他真的很好 因為他經常都 那些喜樂 那些愛 被那些不樂 這樣走出來 所以他裡面是非常美好的 而他的心態 就是很想人人都會這麼開心 即是不會有些人說 他厲害 他又不想人厲害 神喜樂 他想人人都這麼喜樂 那他恩典 他有很多個方法 叫人得到喜樂 他要醫治 安慰 釋放 有聖靈的感動 讓人的工作才有喜樂 有個計劃 怎樣幫這個人 這麼愁眉苦練 這麼煩惱 這麼負面 而將他變為喜樂 神就有個計劃去做 然後實際 用各樣的行動 幫助這個人 去得到喜樂 即是像praise 實際帶了他去非洲 而在那個聚會 因為那班人 整班人都很放 所以當我示範的時候 那時候praise 就是出來幫忙扶人 是不是 我忘記了他出來 是不是扶人 我為了幾個祈禱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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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站在他旁邊 我就跟著跟他按摩 因為按摩 他開始震了 我覺得有些事 他震了 然後他的眼睛就走出來了 我看到他在旁邊 那一陣 神我們未攝錄到 後來才攝錄到 看到他即時有那個反應 就是聖靈 即是在那陣 聖靈的恩高強 即是神就會有這個計劃 透過那班人的 那種的投入 以至我們去到的人 個個都 個個都能夠為人 其他人得到釋放 阿玄又很明顯告訴我 他真的好 我看到自己 跟那個人在祈禱 那個人都有釋放 這個令到他有很大的鼓勵 好了 那有些甚麼可以說的呢 即是關於神的喜樂 我們講出了很多典的 我們一起讀一讀 天堂是充滿喜樂的 即是神就是這樣 祂喜樂 整個天堂因為神 又喜樂了 第二行 與神接近的天事或人 都會經歷喜樂 即是那些天堂 天堂都是經常都喜樂的 在天堂又沒有罪 所以他們喜樂得不得了 而那些人親近他 即是天堂那些更加充滿喜樂 我們現在呢 親近他多 又會喜樂 愈親近就愈喜樂 愈放就愈喜樂 所以這個就是 神那種喜樂 是很容易得到的 雖然有很多人難 因為他的生命難了 下一行 人需要困難 困難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但神定義幫助人在困難中得喜樂 即是人需要有困難 但不是代表神不喜歡我們 而是神定義幫助我們在困難中得喜樂 你困難中得喜樂 你就順景都會喜樂 即是神能夠在困難中祝福我們 下一行一起讀 神的喜樂可以透過聖靈充滿帶來的 就是可以帶來的 神可以透過聖靈充滿 也有時未是聖靈充滿 有些人唱詩歌都會很喜樂 我一初信的時候 一唱詩歌就覺得很喜樂 其實那時候聖靈的同在已經加強了 不過那時候我不懂得繼續 如果我經常用長一點的時間讚給神 那個喜樂就會更加強 下一行 神的喜樂可以依自一切憂傷 即是祂可以依憂傷的人 下一行 神的喜樂是可以傳遞的 即是我們可以傳遞給人 那你說 哎呀我怎麼想呢 那麼多樣東西呢 你這樣想 大家 你就想到神好喜樂 那神的喜樂 怎樣會傳遞到給我們呢 神的喜樂 他怎樣 即是用各樣的方法形容 天堂的喜樂 天堂怎麼傳遞 神又計劃給我們喜樂 而很多人為什麼會得不到喜樂呢 相反就是人的擔心 憂慮困難 所以很多人就不相信了 但是神是定義叫我們喜樂的 即是說你用各樣的智慧 將神的聖情和作為 他的計劃 去講出來讓人看到神的美好 在世界上呢 真是人的喜樂 在聖靈聚會喜樂是很多的 那聖靈聚會喜樂的人 回家未必代表他很喜樂的 他回家也有他的煩惱 一做事就煩惱了 但是神呢 他做事一樣不敢喜樂的 那我自己呢 我發覺我做事的時候 我一唱詩歌就發覺很好 一唱詩歌就感覺很 心裏面就有湧流的感動 喜樂啊 平安啊 不想停的 那這個都是一種的方式 我們可以一路做事的時候 一路時時充滿神的喜樂 而我們要將來是神的恩怨 將來是神的恩怨 就不只是講人 有些人講這個題目 就會問 哎呀我以前很煩的 不過耶穌幫我 我現在有經歷喜樂了 那就是講祂的過程 我們現在是最主要講神 然後先講人 又先講人 自己怎樣經歷 但是講了神那種美善 讓人們很想 很喜歡神 很想親近神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這個講道法的目的 還有查經法的目的 還有我們平時講的都是 神真的很開心的 神真的很充滿愛的 充滿力量的 充滿恩典的 所以當我們時時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看到什麼都想到 你就會容易講出神的恩怨 好了 那接著下一點 平安 一起讀一下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好了 一起讀一下 神是充滿平安的 神是 裡面很平安很平安 有一個人他會分享 有一個情況 他去宣教的地方 他就很煩 在巴士上 忽然間有個男子出現 那個男子拿著蘋果遞給他 然後他拿著蘋果 立即有一種很大的平安充滿他 然後那個男子不見了 是一個神跡來的 他就經歷了一種 本來很煩 然後整個心都鬆了 這個就是一個 經歷神的平安 譬如我和人祈禱 有些人 這次也有人說 他好像去到別的地方 有一個人他直接說 為何你還在 他以為他自己去到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高度的平安 我和人祈禱也是 在祈禱我真的很飄飄然 很平安很興奮 神就是充滿平安的 耶穌的大風暴都是平安到睡覺的 就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可以很平靜的 接近神的天使和人 都是充滿平安的 非常之平安 所以當天使來探望你 跟你說的時候 你忽然覺得 整個房間平安了 整個人平安了 經歷聖明 又會帶來大的平安 在極困難中 神都能夠給予平安 多困難都不要緊 其實神老早就知道了 沒有東西難阻到神的平安 神全面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平安 即祂什麼都照顧 你的喜哥飲食 你的生命 你的發揮 你的侍奉 每一件事神都搞定 所以我們決意不要給予影響 這個是一個選擇來的 在我來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決定 無論是侍奉的困難 無論是人的困難 無論是我自己做錯 有時候我們做錯就會 人家做錯 我們可能容易搖說一些 但是自己做錯 哎呀死了 我這次做錯了 但是神會說 你做錯了 有什麼出奇了 我都做錯了 那你就接受耶穌的謝罪 然後你說 那耶穌 我雖然做錯了 但是神給我生的開始 但是很多人就會 扔心一下很久 哎呀真是壞了 為何我講他這樣的說話 為何我犯了這個罪 就會很久很久 但其實神不想我們這樣 神想我們立刻悔改 神世面 那你就鬆了 神一步一步幫助煩惱的人有平安 即是說 我們每一件事 我們都想到神 祂怎樣的平安 又怎樣傳遞給我們 又幫助那些困難的人 好了 那這個 不是對不起 那邊 那邊 是講到神的愛不能隔絕 一起讀阿瑪 羅馬書八章三十八節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 心是天是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 是有能的事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即是這些一切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即是神貼實我們 今次我去到非禎時 忽然間 神給我意念 神就貼實 貼實 有沒有廣台示範 明白 貼實 即是 祂的愛 貼實了我們 是與我們一起 是與我們一起 分不開的 即是你想將祂 分開都分不到 你有沒有見過奇那 奇那 不是那麼容易分開的 黏在這裏 分不開的 即是神的愛就是貼實我們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很感動 神的愛 是癡到神一癡 癡到神一癡 是永遠與我們一起的 不過我們經常都不相信 以及我們小親近神 所以就經歷不了這種愛 但是當我們相信的時候 和時事去親近神 你就會經常知道 神貼實我 所以我看那裏有啟發我 讓我騎到神 神的愛貼實我 我跟你就是 爭的那麼多 爭的那麼多 就是有時候我們的罪性 我們的軟弱 我們未夠放 到有一天 即是離開世界 我們的靈魂出來的時候 哇 全部都鬆了 哇 經歷了很大的喜樂 跟神有很直接的溝通 現在差一點點 我就跟神說 神你幫我拿走那些 讓我的心靈 完全可以去到你那裏 你又可以去到我那裏 這個就是靈的祈禱 在我祈禱的時候 神的愛 即是在那裏 是不過有時候我們自己 有些事情 但是因為始終我們人 有些什麽要處理 是每個人不同的 但是我們就盡量放下 讓我們的心完全鬆散 什麽事發生 人家做錯也好 我們做錯也好 有些什麽不順利也好 什麽都不要緊 神都知道了 神的愛都夠我們用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經文就更加貼切了 神的愛是時事貼緊我們 是時事 時事都跟他一起 不能夠分開 神不能不愛我們 因為神是愛 他不能不愛 不斷去愛我們 神真的很好 雖然我們軟弱 他仍然在貼緊我們 雖然我們有罪 但他依然在尋找我們 當然他的關係是有不同 但他的愛是不改變的 他始終愛 不過那個人收不到 所以聖經說 天來地何等高 他的慈愛 敬慰 他的人也何等大 是很高很大 不過人因為沒有信的時候 就得不到 但你信的時候就得到 但那個愛始終在 神的愛是沒有變 所以有些人 耶穌帶他去地獄 他就看到在地獄的時候 那些人很痛苦 耶穌就哭了 因為耶穌不想見到他們 那麽痛苦 耶穌不是歡喜 不過他不能夠救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接受耶穌的救恩 雖然耶穌為他死 但救恩去不到他那裏 不是神不想救他 是他救不到 唯有當我們信靠耶穌的時候 他的恩免就可以來到 所以我們軟弱 他依然愛我們 和神的愛竟然在貼近 我們不用怕 他整天都在貼近我們 所以什麽事發生都不用怕 不會落下 天不會落下 就連天落下 都不用怕 什麽事都很平安聽散 即是你盡量用不同的方法 將神的恩免說出來 那這件事不單止應用在廣道 亦都應用在跟人聊天 分享 以及應用在領敬拜 都讓人看得到神那種美好 好了 這裏講到 這個經文 就講到私人學無神 但是怎樣去發揮 這個經文就不是直接講到神是怎樣的 即有些經文直接講到神是怎樣的 這個經文不是直接講到 那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詩篇四十二篇一節 其實這裏應該寫神 即是學無神 但是講到神的聖情是怎樣的 一起讀一下 神啊我的心切無理 如錄切無溪水 那這個詩人呢 這個心很切無溪水 不是很切無 是神啊 好像錄切無溪水 他看到那些錄 怎樣跑去溪水那裏 他的心呢 都是這樣切無神 那首先呢 就是 神是可切無 因為神是充滿外形因 他是很值得羨慕的 那譬如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呢 他的性格是令到很多人喜歡的 他譬如很關心人 很愛人啊 很風趣啊 很正面啊 經常都對人好啊 那這些人是 很多人會喜歡跟他在一起的 那你會發覺 譬如讀書的時期呢 譬如有時候有一 有一個或幾個的同學呢 特別被人歡迎的 譬如有些女生 特別一堆男生都會追她的 即是有些男生呢 也有幾個女生 經常都想跟他親人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人 不過這個 當然在世上就不是 一定是這麼好的 有時候他就看到他的樣子漂亮啊 看到他的外表啊 就不是 即是好像神那樣 但是神呢 他真的裏面什麼都好了 我們想到 神每一件事都好的 那這個是我們習慣的思想 每一件事都是這麼好的 神創造的樣子都這麼好的 神的食物做出來也這麼好的 我們身體也這麼好的 神在我們身上做的工作也這麼好的 經歷神也這麼好的 神的喜樂也這麼好的 神的愛也這麼好的 神的平安也這麼好 祂的計劃也這麼好 每一項都這麼好的 所以神是很值得我們去切募的 好了 跟著了 神在這個私人生命中做工 叫他學武神 因為神是很好的 祂想人知道做人 不用那麼慘的 因為很多人呢 經常都想著 哎呀 很辛苦啊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法的 哎呀 由於贊子 贊子回來又要去煮飯 煮飯又要去吃飯 吃飯不是要吃飯的 要吃飯是喜歡的 吃飯又要洗碗 家裏又有不同的東西 又要做事 就是那個時事呢 都覺得做人是困難的 就是很多人的思想是很煩的 但是神會在人的心中吸引他 不用那麼煩的 來到我那裡是很好的 當人經歷到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很大的醒悟 哇 原來神這麼好 我真的要親近神了 但是有些人依然不要醒悟的 但是有些人真的會醒悟 我自己就是 當我醒不到神這麼好 我就很想去四圍去 我這次去都不斷告訴非洲那裡的人 我是很想去祝福 因為我看到神給我很多恩典 我想傳遞給你們 也都很想你們傳開去 他們都看到的 其中一個人都分了 最後一天 最後一段短的時間 我都可以激勵他們 不要只是拿恩典 你的生命可以很大發揮 你願意的時候 你可以很大發揮 就是我經常看到神的美好 神的美好 就吸引我了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 神去吸引我們 讓我們有這個動力 神在他私人動工 叫他學武神 知道神的美好 然後詩人學武神 就必得飽足了 就是他學武的時候 他會得到飽足 這個神的工作 他學武就會飽足 然後詩人寫的詩 已經得到飽足了 因為他寫的時候 他不是開始學武的 他就寫的 他已經天天學武好多 一段時間 覺得很好 於是他就寫 把這種學武神寫出來 這個飽足 令他更加學武神 因為他很飽足 他就更學武神 學武神的人 就會進入各人的恩典 這要用不同的方法 形容神的美好 人會做好 都是因為神改變他 所以我們看到經文講的 有時候不是直接講神 講人的 例如八福 講到人 你可以做些什麼 清心的人有福 神就很清的 神的心就很清很清的 在他裏面可以看透一切的東西 所以神很想我們有清心 而人根本不會清心 是神要改變他才清心的 這樣的時候 每一點人做的神都做了 神都是做得很完美的 然後神為何在我們心中動功 要我們有這種聖情 這樣的時候 你這樣看就會看到 神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即是什麼經文都可以看到 神的 即是 無論是直接講神的作為 或者是講人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人有的正面 都是神已經有了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操練 詩編二十三篇 其實在訓練講道小組 已經在用詩編二十三篇 但我聽的時候 他們又是講了一些見證 就是人的見證 不是講到神的樣子 所以我現在就想大家一起去操練一下 我們一起讀一次詩編二十三篇 耶穌說 是我的目者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你我再可安揭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二路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象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的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言直 你用油膏 你用我的頭 使我的福灰滿日 我一生一世 哪有恩惠慈愛 除了我 我且要住在耶穌 年中 靜到永遠 我們就要讀聖經 也有兩種讀法 你看看 耶穌說是我的目者 我便不自缺乏 我就是屠罪在神 是我的目者 我不會缺乏的 祂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便可安靜的水邊 因為我想到神 我就會平穩安靜 這就是我想大家 去發揚神的聖情 將神的美好 告訴更多的人 要宣揚 那至我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神是呼召我們 從黑暗進入光明的 這位的美德 神的美德 在這個時候 我就想大家 兩個兩個去操練 兩個兩個操練 兩個兩個操練 就是 我們走到第一節 跟著到第二節 第三節 那你操練 你就在那個經文裡面 你想一下 有些什麼 是講到 你可以有些什麼 發揮神的聖情 神 那幾樣東西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第一樣呢 就是神的聖情 聖情 聖情 心態 恩典 計劃 行動 聖情 就是神本的本質 他的心態 是經常想祝福人 將這些給人 那他給什麼呢 就是給恩典 但要給恩典 用什麼方法 他有計劃 然後跟著行動 就給了恩典 就是他有這個聖 一個聖 他沒有這個聖 他如果不是起樂 那個煩惱的人 怎會給你起樂 他的聖 然後他有這個聖 他可以說 你們個個受苦 你們自己拿來收 拿來仇 是不可以起樂的 你們又不起樂 可以懂 但是神不是這樣的 神有個心 要幫到你們起樂 心態 然後他就會給恩典 例如起樂 他會給恩典 給喜樂 還有他會用方法 去幫你起樂 就是他各樣東西 基本上恩典 就是禮物 恩典就是禮物 免費禮物 但是要給你免費禮物 有什麼方法 他要先計劃 有詳盡的計劃 在永恆已經計劃了給你的 然後他就會行動出來 實際做出來 實際行動出來的時候 可能譬如透過今次的短孫 Praise會經歷到起樂 神就會使用不同的情況 譬如我們那次去玄華教會的時候 我們在那裏也有班人 經歷到起樂 神會用不同的方法 好 我們現在 求主幫助我們 有這個心 經常看到神的尾線 我就叫大家去討論 討論完之後 然後我就會問問大家 好 OK 好 夜話氣 我牧者都會看到 神的聖情 他很想去照顧我們 很想去看著我們 牧者是一個照顧 飲領 神的心意 很想體驗我們 可以去照顧我們 神恩 我們想到神的心態 其實 神是時時都很想祝福人的 因為他經常對著我們說 只要我們是倚靠的時候 必不缺乏 即是在神的裏面 他一定是充足的 只要求就足夠了 即是 和神的恩典 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要分清 是 我們說的時候 譬如說 神是充足 只要我們求 那 即是我們要傳遞一個信息 即是誤外行動 不是 可以 不過你傳遞的時候 是清晰 他本身已經有很多恩典給別人 當然一信靠 就會得到 而不是說 神是會供應你的 只要你求 即是好像你要做一件事 要回應才行得 即是不用 即是一個本性的裏面 就不是一個回應 應該這樣說 他經常都給 經常都落進來 你一打開心 打開手 就已經得到了 即是說 是他樂意給的 你一信靠 就得到了 那時候 是一個方法 你只要 就好像 好像我們要令到他改變 但其實神不斷 下降 即是好像 天上的恩羽 一直下降 我們一打開手 就會領受到 這樣 那個傳遞的方式 即是他不斷給恩典的 一信 哇 那些恩典 你聽我講 你一信 那些恩典 你連起囊囊就下來 一親近他 連起囊囊囊 這樣傳遞就不同了 只要你信 就得到 你要信 你要信耶穌 這是對的 不過我們 你看看你講恩典 還是講我們 做什麼 就是你看看你 強調點在哪裡 當你講信心的時候 你講信心 我們都說 神有很多禮物 我們信教祂 祂就不斷給我們 這樣來講 就好過你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就帶點禮物 這樣就變成 我們去引發了 神不斷有很多恩典 你有信心 你一領受 祂就不斷地下來 就是強調神的恩典 如果說 喜愛牧者 我們會覺得 我們如果聚焦在我們的神那裡 我們真的任何缺乏都萬有 我們會定征 就是說 祂要好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好像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有什麼事的時候 祂都是在保護我們 祂是無時無刻都在我們身邊 但是我自己 跟祂姐妹說 對焦在上帝裡的手 我們真的任何缺乏 我們不會覺得任何缺乏 因為祂是封城 因為我是感受的 OK 好 當你說到 因為你信是說神 不是說人 兩個人混合的時候 你就 小心 如何說法 讓人看到神的恩典 神有很多恩典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天堂 神已經計劃好了 祂有什麼恩典給我們 只要我們信靠親人 祂已經得到了 所以可以很放心 給人有個加強在神裡面的信心 加強相信神幫的恩典 要大 OK 姚華是我的目者 我一信他 就很開心 很多禮物給我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禮物 每個月都有出電話 你工作有能力做的 有精神做的 有體力做的 就是 他人很開心 雖然有時候也沒有良出 但是 我知道神是一定給我的 OK 你現在所說 你就多些說人 其實是一個信息的後期可以說的 不過你就說 我每個月都有良出 就是 你 要強調在神裡面 神定義 祂知道你有需要 祂已經定義 雖然你的工作 我知道你的工作上有困難 因為你的工作周時都沒有良出 但是神會定義 用方法 去令到你有良出 就是強調在神那邊 不要只說 神很好 所以我每個月都有良出 就變成你說了人 就是說了人的經歷 我想我們首先說多些神的聖情 才去到人的經歷 又說 是我的牧者 我便不自缺乏 那 牧者 就是 神是我們的頭 祂是愛 祂是豐富 是無限的 無限的祝福 祂很愛我們 所以根本就好像 我們這次去非洲 看到很多動物 大草原 一組已經有很多草 有很多湖 那些動物 就根本隨時 可以隨時無限地吃 不需要憂愁 不需要擔憂 OK 就是說 神 供應人 你要捉回這個 那些草 那些羊 很多東西吃 那些動物很多東西吃 那你捉回這個經文 你要捉回這個經文 你要捉回 那些信靠神的時候 我們就不自缺乏 因為那些祝福是無限的 OK 我都想你們說多些什麼呢 為什麼那些草風承 為什麼有雨落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子呢 就是神一組設計 很多種的草 它又會有雨落 下來 那些草又能夠 在這樣的情況 能夠生長 以至那些所有動物都有供應 而同樣 神呢 在天上已經預備好 各樣的封聖恩典給我們 就算我們中間有困難的 祂已經預備好 這些恩典給我們 當我們一信靠 那些恩典就會陸續地下來 即是形容神的預備過程 神為每一個人都預備好 很多的恩典 好 耶和話是我的牧者 就想到神的色 是很慈愛 我必不自缺乏 就是神的慈愛 你這個詞愛 你形容一下 你自形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想 只是說給別人聽 是要形容出來給別人聽 讓人去渴慕神 形容神的慈愛 對 你說慈愛的時候 在和這個有關 你就形容出來 就是任何一件事 我們都形容出來 讓人能夠體會 這個就是《查蘭經》 和《講聖經》 講到 要讓人聽完之後 有個心學過 因為我們用這個 有關 就作為一個牧者的愛 對不對 是 那怎樣呢 牧者就是看著羊 即是看著我們 這個講不是羊 是看著人 當他看著的時候 這個牧者就會不斷 心裏面愛他們 不斷想把恩典給他們 不斷帶領他們 讓他們走在神的恩典裏面 以至他們一生都是蒙福的 即是你說多些神 要做些什麼 所以這羊呢 可以是非常肥壯 很開心 很平安的 因為他已經計劃好很多的風性恩典 是要定義給我們的 神有眼睛就注目在我們身上 即是你用各樣的方法形容出 讓人體會到 即是怎樣呢 通過我們的討告 透過聖經的話語 一路提升我們 即是神一路牧養我們 將幫助我們 雖然我們有經歷過困難 但是呢 當我們走在神的路 就越來越提升 越來越有力量 因為祂定義 祂一路找機會 不斷每日有機會 將那樣東西給我們的 當一個人親近祂 就每天那些機會就來了 但有些人少親近祂 他得不到不是神給他 是他得不到 因為他沒有信心 有些人經常說 今天又煩這個 明天又煩那個 經常都不開心一件事 那便得不到 但是神呢 你經常相信 神已經看著我了 那些恩典已經放在那裡了 祂引我去那個恩典 於是我們便有信心 即是我想大家 用多些神的角度去看 神要達到這件事 即是你想像你是神 如果你要這樣 牧養那些人 祂要做些什麼呢 你要做些什麼 才能夠達到這個果效呢 即是每一個經文 我可以留 如果是神 祂要做些什麼呢 那這個就是 即是 這種的殘典方法 是神給我看得到 即是說 神做了很多好事 都知道我們的媽媽 做了很多好事 但很多人不能夠 真的很感激媽媽 我就想大家 能夠 看到神做的事 我們經歷的 都是這麼美好的 在神裡面 哇 可以這麼大的喜樂 平安供應 凡事幫助 整個人發揮 這麼多是這麼好 但是我們形容 我很少 就是整天 每天講自己的經歷 講到的時候 多數講自己的經歷 就很少講到 神那種美好 即是這個主要是 發揚神的美好 OK 好 你們這邊 看到就是 耶和華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決法 我看到 神是 本有豐盛的 是有恩典的 和是很豐富的 是祂一個供應者 祂在我們 因為我必不自決法 即是說 其實我未求 我未做任何事 神是定義要祝福 即是說 其實我們需要飽足 神一早已經知道了 在我們未求之先 祂就已經以恩雨 去潤集大地 大大的去潤集和軟化土地 讓那些適當的時候 也都讓泥土能夠 祝福這個大地 讓這些植物 讓這些蔬果生長 而且也都讓這個 養到這些羊仔 肥肥白白 鋪滿一個山谷 好像穿了一件衣服 其實神是大大祝福 這個土地 知生繁多 也都有很多的布物 是供應人的需要 在人未知道的需要時 神就已經計劃成個完美的計劃 是將最好的 連連全員的去供應給我們 是多而有多 是我們未遷出為所所屬 OK 好 非常好的 你這次是圓滿了很多神的作為 我又想引導你們 這個經文所講的牧者 是主要是甚麼呢 主要是甚麼的牧羊呢 其中是供應 但其中最重要的 其實這個是講到屬靈的牧羊 屬靈的牧羊 是屬靈的牧羊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這方面去發揮 OK 你說我們的牧羊 是不自決實 其實為甚麼感到神那麼愛我們呢 祂讓我們來之前 祂才為我們預備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會預備甚麼呢 會預備很多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然後牠們死亡之後沉澱了 有石油又有其他種種 留意先 你現在又是講到供應 就是當然這個 一字缺乏 都是神的牧羊的其中之一 就是說 剛剛我講完 就可以多講一些神 作為這個屬靈的牧者 因為後面那裏 是很多說到屬靈上的 是吧 但是牠都供應我們的 那這個缺乏 也可以說是第一 在物質上的供應 也都說到是屬靈的供應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二路 我們在這裏看到 神是公義的 所以祂要我們走二路 那神怎樣公義呢 就是我們會看到神是 不喜歡一些貪婪 不喜歡我們 即是神不會喜歡你賭錢 即是這個 那就是 也都是因為神是公義 祂就會 祂又不想我們去走一條 祂不合祂心意 不宜的路 所以祂就會引導我們走二路 但是在引導我們的時候 祂首先要幫我們 我們的靈魂要蘇醒 我們然後才可以跟隨神 我們在這裏看到神 如何令我們靈魂蘇醒 我相信 一個信耶穌的人 但是 聖靈魂真的感動你 然後你才 你的靈魂蘇醒 你才可以去接受耶穌 所以在這裏看到 神是為我們預備了 我們的救恩 在什麽時候 為我們預備這些人 向我們傳福音 以至我們能夠去領受到這個福音 祂也都一路去帶領我們 怎樣走在祂的心意那裏 神的意思就是 免得我們去走在一條 祂不合神心意的路上 以至我們會滅亡 OK 你先說二路的時候 你多些是說反應的 不要走在聖靈雅那些上面 反而你是少形容二路 我們應該正面形容 因為不賭博不犯罪 不代表是二路的 那你想一想 怎麽形容這條二路呢 我不趕著 要不是我說完 現在你們又不知說什麽 不趕著 我指出了 如果我們說他走二路 就說到神的二路的美好 OK 好 我讀第三章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我覺得有兩個項目 靈魂蘇醒就是 我們靈魂是重生 我覺得就是 純真是不惜一切 首先去猜牌耶穌基督 像是耶穌基督 凡他信的人都不止滅亡 都永生 五上節之後 聖靈做保衛師 還有他聖經 還有他會透過基督 和傳福音 我覺得是 不惜拆命到 我們靈魂蘇醒 一個就是重生 另一個就是 更生 比如我們 想住之後 不停地更生的生命 我看到為自己的名 引導我走二路 自己的名 就想一下 應該是 因為世人都虧欠了神的榮耀 為自己的名 就是神的榮耀 他帶領我們走他二路 合乎神的心意 合乎神的心意 聖經就寫一下 我們怎樣走二路 就像聖經一本的guide line 我們可以一生用他 怎樣走二路 走上永生的路 這個二路依然你可以 我給其他人機會去形容一下 怎樣形容這個 走這個 二路 二路 OK 好 首先你做得好 就是你有講到分開 他叫我們更生 即是 重生 然後叫我們能夠更生改變 兩個過程 一個是得救 一個是自己改變 你說為自己的名 你就將它轉為名 就是榮耀 那這個 是不是一定 要將它轉為一個最靈的呢 為自己的名 走二路 需要不需要將那個名 即是你將那個名 就是祂的榮耀 祂的名一定帶有榮耀 但是當祂說祂的名 的時候 我們就用祂的名 因為神的名 就是最美好的 因為 耶穌的名 晚室都要跪拜 晚口要宣揚 而且又說 祂的名是天滿全地 是極美好的 祂為自己的名 讓我們能夠屬於祂的名 是極之美好的 即是那樣東西 是甚麼 我們就解釋那樣 不需要找另一個取代 第三次 祂使我的靈魂蘇醒 給大家看到 神的聲情是很愛我們 祂不忍心我們死了 因為我們靈魂蘇醒 我們本來是死了 就是神的愛 祂愛不忍心我們這樣 也因為這樣祂要救我們 但祂救我們裡面 祂給我們的代價很大 因為祂唯一要救我們 以至我們的生命可以死 而是祂要犧牲耶穌為我們死 用耶穌的生命代替我們 以至因為我們有耶穌的生命 以至我們可以蘇醒過來 所以這是神給我們一個愛裡面 祂給我們一個愛 祂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 而因為這樣 看見神的愛 真是多麼大 多麼大 好 好 這就講到那個 叫我們蘇醒那樣的 好 當我們相信祂的時候 我們有祂的話語的時候 和有聖靈的時候 我們的靈魂 以前和祂隔絕 就慢慢 當你越信靠越認識祂的時候 就會蘇醒 這個蘇醒是否是慢慢的呢 這個 祂祝我我們都會蘇醒 是 我現在問你 因為你剛剛提出一個字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們講一個詞 在神學上 我們的蘇醒是慢慢 是不是慢慢的呢 其實在靈性上可以是即刻的 是的 可以 有兩種人 一種是未蘇醒 一種是蘇醒的 是 蘇醒是 即是他得救 他就忽然間 即是他重生 他就忽然間 醒醒 是的 但是他慢慢提升 慢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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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留意 因為我們在讀神講的時候 神論院是很幫我們去留心 每一個字眼的 這個是我在那裡學回來的 每一個字都有的能力 即是我們講道的時候 都要很少得我們講的說話 是沒有錯誤的 即是 其實我們送的的時候 是會操醒的 但是 我們基督徒的旅程 是這麼久 過程這麼久 就是因為 慢慢提升 慢慢進步 慢慢進步 為祂的名走二路 名就是耶穌的名 其實為祂的榮耀的時候 祂就是這個道路 但是你又講了榮耀 你又將個名就是榮耀 耶穌的名字 因為祂的名字 其實是萬失都要跪拜的 就是為祂的名 就是要被告他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著祂的名 跟著祂的名 我們是跪拜的 即是我們 我們恆復在祂那裡 跟著祂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在那裡路 即是你解釋這個名的時候 你就是講到神的名的美好 為自己的名 引導我們走二路 他的美好 是的 即是神的名 因為耶穌的名 因為耶穌華的名 萬失要跪拜 並且是人能夠得救 我們能夠歸入祂名下 祂將很多福氣賜給我們 我們歸入祂名下 祂將很多福氣賜給我們 Amen 還有大家 都以在為止 未有人說出來 神叫我們來騷醒 祂本身有什麼特質 這裏還沒說 聖情還沒說 我再提一提大家 讓你們想一想 神有什麼特質 所以我們會騷醒 萬大臨 這不是鐵詞 什麼叫鐵詞 騷醒的特質 神有什麼騷醒的特質 以致我們能夠騷醒 能力是其中一件事 能力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最主要不是這個能力 你想一想 你想到的時候 可以出聲一下 我不講答案 因為講答案 你們就說 是的應該是 你要想一下 其實你這樣查經驗 你要想到 對呀聖結 我覺得是因為人 其實那個靈魂 其實都是因為有罪 所以逃避神的 但是其實神的心意 是神常都是想尋找 我們去回祂那裏 以至我們得到救贖 所以這個靈的騷醒 就好像我們的 熟靈眼睛打開 以至我們知道 再回到看到神的榮耀 而引導盼望 還有釋放 還有有意志 有祷告的能力 永恆地去充滿我們 OK 你現在講的都是講人 我想講講神有什麼特質 所以我們能夠被鬆盛 OK 去後面 繼續 我覺得是要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充滿之後 你自然就帶出神給你的東西 而你就會有鬆盛 如果你沒有聖靈的充滿 單憑靠自己個月的東西 你是永遠都不會鬆盛 OK 這是我問的問題 是不是要有聖靈充滿的人才有鬆盛呢 聖靈充滿 是不是要有聖靈充滿才有鬆盛呢 為什麼呢 因為聖靈有聖靈的內住和充滿 所有基督徒有聖靈的內住 不是個個都聖靈充滿 所以 為什麼我們知道 例如 第一聖靈形容 他們又被聖靈充滿 不是他們經常都被聖靈充滿 而且他們選擇七個執事是被聖靈充滿 不是個個都是聖靈充滿 如果個個都聖靈充滿 不用選擇七個是聖靈充滿 其他不是聖靈充滿 他們有沒有蘇醒呢 他們是否得救 有沒有一個新的生命 他有沒有重生的生命 有的 是有的 不過他沒有那麼親密 為什麼 所以他已經是聖靈 這個也是聖靈充滿 不過這個是高度的提升 四年充滿 我剛才說一件事 看看還有沒有人聽到 就是 神的什麼特質 以至他能夠令到人聖靈 他有什麼特質 是你次生命的 沒錯 是 沒錯 痴 你都多了一個字 是永生的神 你多了一件事 有生命力 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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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生命 就是他本身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 然後就是他一切生命的來源 就是他本身就是生命 神充滿生命 所以他一碰這個人 那個人就會掃成 他來到一復 一更生那個人 那個人就會掃成 就是首先說他的特質 就不是用 就說他有 他或者叫人有生命 而是他本身就是生命 就是全世的生命都是來自他的 他就是生命來的 所有生命都是來自他的 他是生命的來源 但他本身就是生命 就是這個特質 我們都是生命 但是我們呢 他也是生命的來源 就是他是一切生命的來源 我們都是有生命 不過我們不可以 產生生命 除了生兒子之外 我們是不能夠產生生命的 但是神是能夠 將一個死了的人 因為他是生命的來源 也是生命 一埋一碰 一感動這個人 這個人就可以改變了 OK 講到我以前很不聽話 這個你講人了 我們現在不想你講人 不是講人 現在不是講人 你跳了 我們是要講神 一開始我靈魂修聖 好像一開始 突然跳下來 一刻 跌醒了自己 你現在還是講人了 你講我跌醒了 不是講人 我們現在是要講神 是怎樣 其實我們因為 這個發言神聖堂 我想大家多講神 然後才講人 那篇道的後面會講人 但是因為講神的部分 我發覺我每次聽 都是那些人一講 就講人了 一聽到神的話語 就有生命 是 神的話語是有生命 但是本身神的本身 它就是生命 神的話語是從神發出來的 神本身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從神發出來的 神就是神 神的話語是從祂口中發出來的 祂的話語會帶來生命 但是真正的生命是神本身 就是祂在我裏面 在我們裏面就有生命 就是祂去到哪裏 他去到哪裏呢 就是在裏面 一有我們一接受 祂在我們裏面 我們有生命 其實是這樣的 你要看二分所書二章一節那裏說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祂叫我們活過來 是祂叫啊 是祂令我們啊 聖經你看多些經文的時候 是神 是重生的洗 聖靈的更生是神 叫我們更生的 就是不是人 其實很多人以為在報道會 他舉手決製信耶穌 其實不是的 所以我不喜歡用決製這個字眼 是當人聽了神的道 忽然間他心裏面 就很想有耶穌 他以為我舉手 表示信耶穌 其實是當他聽道的時候 神的靈驗將他更生了 你留意回 你想想你以前 如果你在報道會信主 你初頭你不太信的 他講一講一講 你的心就一路 是一種震撼的力量 不是只是思想 裡面有一種澎湃的力量 去提你 去感動你 即 忽然間你就覺得 哇 神真的這麼好 神這麼好 神你就想舉手了 不是 不是你舉完手 然後你變了 不是你舉完手 又更生 是更生了 又舉手 就是神的心 是的 感動你 就是叫我們活過內 更生我們 然後呢 跟著那個人呢 就說 我很相信耶穌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 就是 他改變了你 然後你很相信耶穌 雖然不是你 決製信耶穌 是神將你更生 不過這個是一定的回應 就是他可以拒絕的 但是他繼續 當他一更生 他就可以回應了 他就可以順靠悔改 他繼續親近神 那麼他就保持了 就是神更生了他 他可以失去的 就是那個道種 下了泥土 那就是可以生長 不過就是 這個人可以拒絕 可以因為不同的事情 難助 但是他的好土 就若神的話 一路生長 他就一路成長 OK 繼續 他使我的靈魂 舒醒 為自己的命 引導我走二路 因為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的生命 是喪得慈悲我們的 但是是死的 走到罪裏面 是當我們一生耶穌 就是生命 生命轉入我們的身 由我們收醒 好像我們的罪 就全部知道 什麼做 什麼煩的 什麼不煩的 聖請就是 祂為我們演祂的名 因為我們都是祂的名下 祂引導我們走二路 因為人們 某一個意義 公義的 全部走歪了 未知的方向 是神 看到我們 這樣 祂一路一路引導我們 跟著祂走二路 OK 好 我現在自己 我再把這個經文 連完二筆所說 第二章一到二節 我讀給大家聽一下 你們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 哪時你們在其中 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過犯罪惡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那他講到什麼呢 當他未信 尤其是死在罪惡過犯 人的心是硬的 人的心是在罪惡 是死了的 沒有生命的 然後呢 並且在第二節說 是在活躍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並且是有邪靈運行的 所以當一個人 未得救的時候 他未蘇醒的時候 他是死 還有他有邪靈運行的 所以他裡面 根本就不是有良善 而是神叫我們活過來 所以這個經文說什麼呢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是神作為主動的 是神令到我的靈魂更生 重生得救 有一個新的生命 那原因為什麼 因為神就是生命的來源 他也是生命 他有生命的來源 當他做人的時候 一吹口氣就有生命了 我們人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神是生命 他能夠創造生命 當人犯罪的時候 他離開 人離開神 他又死了 他就變成跟神隔絕了 然後耶穌 神差遠耶穌來到為我們死 為我們死之後 人都未得救 神要差遠聖靈來感動人 聖靈透過神的話語 在人的心中作弓 當人聽到神的話語的時候 聖靈就會感動人 即是當我們去聽報道會 或者有時候人說一些聖靈的事情 我們的心就會有一種的澎湃 但是 在報道會很多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的心很想舉手 不過又不好意思舉手 他沒有舉手 就代表他不得救 未必 因為他的心已經有這種改變 如果他真的願意開始祈禱 他就回應了神的更生 即是神將他復甦過來 所以我是不會 我自己是不用這個缺字的字眼 我就說他信主 神感動他是神的主動 神的生命來到 人們聽到神的話語 神透過神的話語就做功了 這個人的生命忽然間 神那麼好 我真的願意信靠耶穌 願意跟從耶穌 這個就是神的復甦能力 他復甦能力一定是 所以很多人一信主 很熱心的 他如果內不清神 就慢慢淡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留意 當你信了的時候 嘩 原來這件事是犯罪的 那件事是不好的 馬上就會悔改 就是神的生命入到他裡面 但為何會弱弱 就是因為人沒有繼續 沒有繼續在神裡面 但他繼續在神裡面 或者經歷四年充滿 忽然間被甦醒 被甘生 他就覺得神真的好 當你覺得神好好的時候 他就有繼續的動力 神將他甦醒 一引路他就有二路 就是一路講過二路 神的二路是怎樣的呢 神的二路是有神的同在 這條路一路 神帶著他的 整條路是蒙福的 神會指引他的路 他的生命會發揮 他整個生命 變為一個光明的生命 不再是以前在罪案裡面 而是一個光明的 他散發出亮光 散發出生命的 他的說話 會能夠令人改變 令人更生 這就是強調二路的美好 就是他這條路 人可能是對比 人可能是對比 人可能是會 以為自己夠聰明 就用自己的方法 走自己的路 但是呢 人往往 那些路是很多時候愚蠢的 譬如有時候 有些人也以為 娶了一個非基督徒 或者嫁了一個非基督徒 就會 有一個神 有一個世界 但反而是蠢的 令到他很受苦的 但是當人走在神的路 願意走在神的路 他就整個人變得聰明智慧 因為神的路 是滴滿自由的 神的自由 在路上一直滴滿 所以當他走的時候 一路他的人變得智慧 簡精明亮 有喜樂 有平安 有神的力量 有聖靈的能力 在路上 這條路是非常美好的 世上的路是驚激 滴滿驚激 滴滿痛苦的 但是神的路是滴滿 整個生命的發揮 當你越走這條路 就越提升 今次我去到宣教的時候 神又給我一個說話 就是 以窄路中的窄路 雖然是走窄路 但是一個跟從神的人 就是走這個窄路中的窄路 如果你再走一個 策略性的計劃 再走一個窄路中的窄路 的窄路 全世界不是有很多人走這條路上 當你走這條路上 神是好體重你 神一定會保守你 加你壓我的力量 給你壓我的恩怨 叫你走出來 所以走這條路是最美好 是令人可羨慕 不是害怕的 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會去思想 去思想神的恩怨 神的美善 於是你說出來的時候 是呀 哇 神就有這種能力 一碰人就這麼好 那條路又這麼美的 那你就會很喜歡神 聽到的人就會很深刻印象 大家能不能拿到 就是你只是說到 我以前是怎樣 後來改變 都是好的 感動人的 不過呢 就沒有看到神的美好 所以我就強調大家 多講一些神的恩怜 我以前是說到 神的恩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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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怜